圣诞节倒数一个月抢工商机 连锁咖啡店应景推出7款主题蛋糕 使用顶级比利时巧克力、法国果泥等等 让民众体验秒飞欧洲用舌尖尾出国 加上小雪人和金色迷路造型更是小巧可爱 蒙度破表 可爱的金色迷路与圣诞老公公放在蛋糕上 另一款则是雪白的外观 仿佛被层层雪花覆盖 令人看得少女星喷发 连锁咖啡店迎接圣诞节到来推出主题蛋糕 其实我们这次研发的圣诞节的主题蛋糕 主要是因为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我们的研发师傅就特别以一种 伪出国舌尖之旅的一种概念 去研发这些主题蛋糕 所以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进口的原物料 所以除了在视觉上面非常有圣诞节的氛围以外 在味觉上面也会有比较更多的层次感 抢供圣诞节商机 连锁咖啡厅选用顶级比利时巧克力 法国果泥奶油卤酪等 打造七款主题蛋糕 让民众体验秒非欧洲 用舌尖尾出国 其中四款造型切片蛋糕 有萌萌小雪人以及金沙米露等 每个都小巧可爱舍不得入口 另外三款六寸蛋糕造型缤纷 外层用巧克力及奶油包覆 口味浓郁包装上也用椰蛋色彩装饰 并有留言区能写下祝福 我们今年总共推出了圣诞节的主题蛋糕 总共推出了三个整模的蛋糕 四个切片蛋糕 所以我们在蛋糕的装饰上面 视觉上会比较有那种圣诞节的一些氛围 像圣诞老公公 还有一些雪花 蜜鹿雪橇这些的一些元素 附在这个金巧的切片蛋糕盒 那它上面有很多的那种漂亮的一些圣诞元素 那甚至你也可以在上面写下留言 想要你送给朋友的一些祝福的话 欢乐耶诞到暑济时抢搭送礼商机 用金巧思预计销售20万个蛋糕 要带给民众甜甜的惊喜 一同用欢庆气氛迎接耶诞到来 请不吝点赞